主任滾水六腳,勢走六四自安心 黃光亞昨日先和各界代表五彥 李兆基和鄭宇彤齊齊坐在主家席 唯獨不見首富李嘉誠的蹤影 而三個疑似特首候選人再次同場 堂統主動去say hi 主人家來到急急腳上台支持員就開餐 和三個人沒什麼交流 花問同樣失望 記者就找到機會了 講著和青年對談,但閉門舉行的 先家長適分說十八分鐘,叫年輕人要吃得苦 不想深圳謀發展,那硬推國民教育又怎麼看呀 大家不要把一聽國民教育看成是負面的東西 看成是思想上抵觸的東西 將內容怎樣來編寫,我覺得這個可以再探討 有學生問他80後認為抗爭才有公義 中國民主發展何去何從,這些都沒有正面回應 有女學生投訴,發問要先書面遞交篩選 沒有機會問六四和維權人士被捕的問題 因為機會少,只有十幾個同學可以發問 所以我們叫他將他的意見寫在心意卡裏面 心意卡我們連在一個大的海報 沒有經篩選之下,我們一百個年輕人的心意送給主任 主任可以回去看 雖然在場外保安而密 幾十個警察和大量的鐵馬圍著出入口 但都被示威者找到機會 fewけれ bothers 一共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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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禮 九星 大陸